回顧上星期五,恒指升 主要是受到新经济股份的带动 北水重新流入 美团升了4% 腾讯和阿里上星期五都升超过2% 你的解读是为何资金会重新流入香港新经济股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市场移动最大 或者最大的分别是通胀预期 而通胀预期实际上对科技股才是一个真正的实际影响 这段时间特别说五月份至六月份这段时间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美国的十年期债息明明跌了很多下来 但是新经济股不符合 相信你也接触不少这些问题 因为原因就是影响这些科技股 科技股的股值是来自通胀预期为主 而近期债息跌下来 因为通胀预期不断跌下来 对不起我说错了 严格来说影响科技股应该是说实际通胀 实际通胀就是利率减减整体通胀状况 实际影响率 但问题就是近期通胀预期不断跌下来 通胀预期跌下来意味着什么 实际利率减通胀预期减少了 意味着什么 实际利率其实不是真的跌那么多 所以令到科技股还没涨上去 但问题就是说正期就看到 通胀预期开始看到有个存定的迹象在 但实际利率又没有涨那么多 资金就愿意涨回科技股 但问题就是说实际利率是否真的能够 存定不涨上去 这里有保留的 上星期五看到美国的10年期债息又升上去 意味着什么 名义利率正在上去 所以短线来说 对于科技股最大的影响 其实我比较担心就是以龙头为主 如果你说阿里巴巴那类型 虽然图上好像也突破了 你最害怕的状况就是说 就算利率没问题 你也还有很多反弄断 那些相关因素在 不敢说完全确认转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科技股 你觉得只能够碰一些二三线那些 你就博纯粹科纸站在50天线上 再去一层而已 科纸是 所以短线来说 你看科纸上回50天线上 大约8000一线这些位置 那图上也真的可以的 我们永远就是建议 当等突破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要害怕 你预了会数的 但问题是输的时候 我拿50天线来做止捷 你不会有太大杀伤力 就算你拿一些小只的股份 比如敏感到最高的微盲 那类型 你如果假设又是搞突破 六月头都试过的 你肯走做好风险管理的话 至多5%了 相当地你如果再升多棍上去 你才去追 那时候又尴尬了 因为理论基本面上 这类型股份 其实老实说以微盲为例 上年12月到现在 由它10元升到30元 由它30元跌到十几元这段时间 基本面是完全没有变过的 你说好它一定是好 很多人问前景行不行 我们通常都是可以的 但问题现在是虽股值的位置 现在股值上有机会 可能略为市场找到一个 有机会慢慢又向上修正 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 这些位置 如果你纯粹买科技股 买些二三千 不要那么涉及反垄断因素上 就是选择微盲理队 所以短线来说 我觉得可以留意的 但是微盲指示位置 可能设计在 大约17元左右的位置 你不会输太多 正刚才说 只有5%左右 但是除了17元之外 你另外看一个指标 就是科技 如果科技又收拾50天 你先避一避 移到这个位置上做炒落 弹性一点 不要介意那些 手续费等等 因为问题是长银持的话 会有机会输 机会成功 所以短线来说 科技股 纯粹就是 你看基本面上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我纯粹觉得 资金始终是不断地走来走去 短线的话 气氛配合 就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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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